哇,好多哦 嗯 诶,那我们要不现在先在河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根杆子吧 可以啊 来,来,放它们回去 我们只有冰箱可以冰箱 好,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河中间给大家录视频哦 然后,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比较充分 穿了洞洞鞋,然后又换了短裤 所以说我们可以过来,它们都过不来 然后,但是呢,能过来呢 还主要还是靠这个神兵力气 今天老蔡给我的 嗯,这个好像是专业的素吸棒,对吗 对,对 专业素吸棒 然后,它里面暗藏很多玄机 因为真的很重啊 这个是野外求生必需器 据说是野外求生必需器 那我们今天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看啊,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我就随便猜 哦,这里可以断牌 看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 哦 哦 哦 空的 这只是一个手柄 这是一个手柄 就是单独这样一个吗 对 哦 然后它的尾部应该也能炫牌 尾部 哦 哦 这里,这里有一节可以炫 这个尖尖的是不是可以拿来干嘛 这个是用来破窗的 哦,就是跟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破窗器一样 对,这个是用来破窗的 这样也单独炫开了 双截棍吗 这个是手柄 这个因为是为了扎带啊 所以单独是一个手柄 这个扎带可以拆下来吗 对啊 这个扎带 这根是绳子啊 哦,我知道 这根绳子也是野外救生用的绳子 那 哦,就是把这里解开了 它就可以全部抽出来了 是吧 对,对 哦 这个地方,这个解打开 它就可以抽出来 这根绳子也是 有多长啊 多长我不知道 哦 这根绳子是 就牢固绳子都是很难的 哦 看它这个工艺式还不错 对 有没有像那种忍者 对 就是硬直的时候绑一些什么东西吧 可以应该 而且看它这样应该是 长度应该也是蛮长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别的部分 交给老太 哦 这里画着一条鱼诶 这个是它的牌子吗 我又忘了 这个我买了很久 哦 来,我把这里 这里也有可以炫开 那这个是好几节困 这个是干嘛的呢 哦 这里还可以炫开 这是紫石板 这个网络炫出来 这里还可以炫开 哦 这里没有东西哦 我倒出来看一下 哦 这个是什么 哦,可以变长 只能那么长了吗 拉起来 拉起来 哦 哇 哎 哎 这个好像可以钓鱼 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 树西钓鱼 就是那个 野外用的钓干 哦 但是稍稍有点短 是不是 也就是这种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钓了 哦 它只是用来应急用的 野外救生的时候 你没有食物了 就要捉鱼吃 然后这个就可以用了 它这个也是伸缩型的 难怪这里画了一集 可以钓鱼 然后把它炫回去 鱼干交给老餐 晚上的鱼靠你了 嗯 但是今天水这么挤 我不挤鱼 应该也没挤 哦 哦 我的天哪 这是一把刀哎 哇 这样看得见吗 这边还有锯齿 加那种 加刀 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是野外的砍刀加锯鱼 砍刀 我手上还能 头上还能 头上还能撬鱼 哦 好像是的 这个应该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空的了 对 这个有空的 那先把它炫回去 反了 哈哈 这些都拿出来 可以当手柄用的 手柄 你可以接到硬头 然后你就砍刀不是长了吗 哦 拿出来之后就很紧 哇 哇 这一头你看已经被 被使用的如此的 凄凉 历经岁月 感觉经历了很多 请问老大 你怎么对待他 它是我专用的树溪杆 哦 这个头 感觉应该蛮硬的 是什么做的 鱼筋 鱼筋 你看 然后刚刚我就是用这一头 就是 可以去 就是 探测 溪底的那种深度 然后敲这种石头 也没有关系 嗯 这里 这个头头也可以拿出来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哦 这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头 对 头就是你坏的时候可以坏你 哦 哦 对 就是磨损太严重的时候 它有源头跟尖头可飘 还有一个尖头 尖头应该是用在泥土地里吧 对啊 一般就登山的时候是要用就是你这种泥地的话是要有那种尖尖的头 嗯 这样子就是 嗯 嗯 鱼筋 鱼筋 这里还有尖 不会是刚刚那个一样的 嗯 后面还有尖 哦 原来这里还有一尖 哇 哇 这个是 这个是 用来还可以去搓鱼 搓鱼就是这样吗 搓鱼擦用 哦 鱼擦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这样子 对 对 全部反接 对 全部反接到后面就会这样子 哇 红刀尖 尖尖 这得几节了呀 这五节棍至少了吧 对啊 哇 多功能 求生工具 男子汉必肺 哈哈 哈哈 他还有那个 那 那他不爱顺序肌也可以吗 可以 哦 就是把蛋 就是把要用的那种 那个 你你你你自己 随意组装就好了 啊 还有两种装 还有几个装备我没买 啊 还有一个是直接可以 带滤芯的 这个水你可以 过他的滤芯直接 哦 哦 里面带吸管 带加滤芯 带吸管 诶这个东西很不错耶 我也想搞一根 今天全靠它 我们才能过河 真的 除了我们自己 就是鞋子穿的比较对 所以稍微野一点的地方 这种就非常好用 真的 有车的同事可以考虑一下 哇 有白鹿耶 这个河里面有很多螺丝 嗯 哎哎哎哎哎 戳去戳板 我好想剪石头啊 有好看的吗 不知道 你剪剪看呗 剪石头是要看缘分的 嗯 哎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很多软哎 起泡啊 软 戳 戳戳看 起泡吗 起泡吗 好起泡 不好意思 哈哈 但是它很当软 就是 看它再过来都没有那个 啊 啊 那我们刚刚已经跟老太大概 素溪了200米左右 然后考察了这个河的这一段 嗯 今天的水有点大 所以水流也比较湍急 我们走的其实挺艰难的 多亏我们的素溪帐才可以 然后关于素溪帐的介绍呢 我前面有说 大家请进去看一下 呃 这里真的风景很漂亮 然后今天风很舒适 太阳又不是很大 嗯 我们也发现了好几块很适合 露营的点 如果想要知道露营的路线 以及选址地点具体在哪里 记得在评论里面给我们留言哦 我们在关于小石板电视频 但是要防定的地方 我们很感兴趣 我们下辆 Bird 这个视频 这里准备了 到小石板电视频 到小石板电视频 这情况得炭